Hi guys, welcome back to Understanding Daily Headlines with Ting 今天是2022年3月15号,星期二 今天我们的新闻是 乌克兰战争,2月24日后 俄罗斯人的生活同前苏联时代对比 我们再说一遍 乌克兰战争,2月24日后 俄罗斯人的生活同前苏联时代对比 今天我们一共有三个重要的词 第一个是前苏联,然后是时代,然后是对比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是什么意思 首先乌克兰战争,这个已经非常熟悉了 就是Ukraine War 后面2月24日 2月24日,为什么是这个日子呢? 为什么是2月24日,不是2月25日呢? 不是2月23日呢? 你还记得吗? 因为2月24日是战争开始的这一天 OK,然后这个后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前,这个是后 所以2月24日后,就是after这个2月24日 OK,然后俄罗斯人,俄罗斯人就是Russian 俄罗斯人的生活,所以他们的生活 所以他们的生活,their life OK,的生活 俄罗斯人的生活怎么样了呢? 同,这个同啊,看起来非常的不熟悉 它是什么呀? 但是其实呢,它很简单 它就是和或者跟 但是呢,它是一个非常formal的字 所以在新闻标题里面,我们会用同 有时候也会用和啊 但是呢,它的意思就是和或者跟 OK,然后怎么样了呢? 前苏联,前苏联是什么呢? 前苏联,OK,前苏联其实就是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这个就是前苏联 我们来举个例子啊 前苏联已经不在了 就是这个前苏联啊,已经不在了 已经没有了 前苏联,OK 后面 好,后面,前苏联时代 这个时代是什么呀? 时代 它是不同的时期 就是error或者age 时代 我们举一个例子啊 它的思想 它的这个思想啊 还在以前的 还在以前的时代 表示 它的这个思想啊 不新 它的这个思想啊 很老 OK 时代 然后 好,最后一个 对比 对比我们也要说一下 好,对比 就是相对 比较 什么意思呢? 我有两个东西啊 我有两个东西 然后我 这样子 这个就是对比 其实它就是 comparison 对比 我们来举个例子啊 两种生活的对比 两种生活的对比 两种不一样的生活的对比 让人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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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对比 最后呢 我们连起来 我们连起来 一起看一下 就是 乌克兰战争 Ukraine war 然后 after 二月二十四日 怎么样了呢 俄罗斯人的生活 俄罗斯人的 他们的life 同 就是和 跟什么呢 跟前苏联时代 对比 OK 这个就是今天的新闻